我是范振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第一個 今天中小型的多殺多 是不是再來一次 一代米扛幾樓 那今天這個盤大家說大家不舒服 那當然說海豚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覺得這個盤是真的要進入一個修正盤了 還是說只是一次高檔震盪 那第二個 重點族群 今天金融股強勢 然後再來就重點族群 好 再來第三個是 台灣價值加上高息動能 資金湧入這個ETF 那台股就會升天了嗎 那當然這00940、00939 最近的熱潮很大 那大家記得要看一下海豚 對這個ETF的看法 以這些ETF真正的買點 應該在什麼時候 大家記得 記得要看到第三段了 好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今天的盤勢吧 今天指數上漲13.96點 漲0.07% 貴買跌了1.14% 那電子小漲0.06 那金融今天很強 漲了1.07% 好 那不得不說啦 就是今天這個盤就極度都不舒服 雖然指數是小漲 但是跌加速是漲加速的2倍 2倍還要多 2倍還要多 而且今天跌停加速又要跑出來 那盤中其實 海人看了一下 就是這個跌停 不能說跌停 弱勢股的部分呢 就是前100名嘛 跌幅前100名 還去掉那個量小於500張的 這個第100名的還跌了4.5% 所以今天真的是中小型股跌的是很重啦 等於說你的跌幅可能在4%以內都算是小跌而已 在4%以內都算是小跌 好 那我們回來看指數的部分呢 今天上海人看法沒有改變 就是說 19630 沒有破 指數真的還是在多方 指數就的確啊 你去出面看指數真的沒問題嘛 就還是在多方 只是一個高檔震盪 那你說今天出貨 那今天量人5453億 也不是一個實體黑K 也不是一個長黑K 這個算出貨線嗎 你說它有疑慮 也合理 也合理 但是真的不是出貨線 所以我的看法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19630 這個低點 沒有破 就像指數都還是維持在強勢 只要指數維持在強勢呢 雖然說中小型股跌已經比較疲弱 但是只要可以撐過這段時間 那我相信狀況應該會好轉 那當然有另外的原因就是 資金被吸走了 這次吸走資金的不是台積電 你要說鴻海 我覺得也不算 真的是被這些ETF的買盤 給吸走了 那吸走其實也不是ETF去買這些東西 所以導致錢不見 而是說大家知道ETF要買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先去買 等它來抬轎 這個吃豆腐行情 所以錢都集中到了這些ETF概念股 ETF準備要買進的各股身上 這導致整個中小 似乎就有一點比較明顯的 加上高檔獲利了解 這個狀況發生 所以整個指數計算面其實是沒問題的 然後再我們看貴買 那貴買算是說比較弱一點 跌破時事線 今天一樣有開高走低 一樣有放量 可是這個量能 這個K線 你覺得它是出貨線嗎 也一樣嘛 它有經歷過這一天對不對 也經歷過了這一天 也經歷過了在街經歷這一天 其實三天海存其實都有明確的跟大家講 其實這三天都不是標準定義上的出貨線 當然說是這樣沒錯 當然說就變成說 似乎沒有到了立即要賣出的這個條件 但是假設貴買也是一樣 假設這個大量低點 這個是245.98 假設在未來真的被跌破了 當然大家還是要小心點 還是要小心點 因為等於說這一波的修正 可能還沒正式的結束 就等於說 本來預期說最強勢整理 強勢的修正叫做橫向整理 那橫向整理被跌破的話 就是要進入比較弱勢的進一步修正 這個大家就再特別去做留意 這後面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 電子指數其實也沒有轉弱 但是說因為台積電鴻海輪流撐盤 那所以他們也算是高漲震盪而已 也沒有轉弱 那金融指數呢 這個最近開始漲上來了 海輪正有說過嘛 要留意什麼 金融指數跟電子指數 還有非晶電指數三者的關係 那目前呢 金融指數相對來說 比電子強 還記得就是金融是最後一棒吧 棒棒棒棒棒 那海輪也說過 金融其實的確是做有棒 但是呢 要看電子的結構 如果電子的結構 目前是跌破月線跌破季線還站不回來 然後光光靠金融股跟非晶電 在那邊強勢創高 帶大盤衝的話 那整個指數才會有問題 才會有大幅 大幅崩盤或修正的風險 但是這個狀況其實也沒發 也沒有發生 電子只是高漲震盪 它並不是說很明顯的一個弱勢 並不是一個很明顯的弱勢 那貴嘛也沒有明顯的弱勢 所以目前看起來結構也還是站在多方 那只是說 真的現在接下來就是看 整個結構沒有出現更大的改變而已 那不然的話 目前即便有修正海豚也還是站多方 所以海豚到今天其實持股 反而也沒有進一步的大幅的減少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就看多方的加速 雖然指數沒問題 但多方的加速其實就有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今天多方的加速出現了死亡交叉 那空流排列目前加速來到33.67 多方的加速減少到了32.87 所以正式的出現死亡交叉了 那所以等於說現在整個輪動 其實是轉為一個弱勢輪動 等於說一些強勢股開始輪番也會修正 甚至開始高速的震盪 今天漲明天跌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 可能還是要小心一點 還是要小心一點 那海豚這邊的策略還是一樣 就是只要你沒有太重大的轉弱 海豚的波段動能骨來講 你沒有太重大的轉弱或破線的話 海豚就會一直放到你告訴我你要出場為止 那目前基本上選股方面還是會建議大家 一方面可能你會喜歡 有些人像海豚目前手上有些低基期的個股 在等待它發酵 那有一些比較強勢型的股票 基本上要去選的話 現在就會找 最好是連月線都沒破的 因為大部分股票 因為多頭加速轉弱 就代表說短線5日10日20日均線 是呈現空頭排列嘛對不對 那但是如果說你現在的持股 或者是你現在在看的股票 連月線都沒有破的話 那恭喜你 你可能找到了一個未來的潛力股 那當然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找些股票的話 歡迎加入海豚的週報 或者加入海豚的索馬影音 海豚每天都會分享一些 各股跟產業的資訊給大家 幫大家尋找更多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長線多的加速 目前也的確有背離現象 那海豚其實在昨天 禮拜一也提到了 因為昨天海豚就上課 沒有跟大家分享 那目前就是因為沒有大型的頭部 所以我認為目前即便有修正 也的確有修正風險 但是不至於轉為空頭 只是短線的風險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那我們第一階段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待會大家記得要收看 繼續收看第二階段的金融股 還有中間雛群 怎麼解析 那接下來就是第三段的 台灣價值高息動能 這資金有入台股就會升填 那00940-0939 到底真正買入時機在什麼時候 是升購的時候就要去升購嗎 還是要等上市之後 我們再來找機會進場 我們待會見 華冠投雇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甚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雇111 儘管投雇新字第015號 字幕提供